哈喽 大家好 我是嘉妃炎 那么给大家最新的一场KSE对SK的比赛 那么首先说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个人淘宝店已经开张了 那么大家如果想购买DOTA的周边系列 可以点击VOD.路人.cd左下角的DOTA周边店的链接 里面有抱枕以及抱枕加鼠标店套装 因为鼠标店是奖品剩下的 我们就不单卖了 不单卖了 单卖也不太好 因为毕竟非卖品 我们就是组合一套来卖 还有就是抱枕单卖的话 我们是49元不包邮 那错了错了错了 是这个 忘了忘了多少钱了 这个 挂了几个键 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宙斯加 应该是39元不包邮啊 30元不包邮 我们看一下这边是第一个小的宙斯 Clocky这边 Clocky 第一个是宙斯 第二NA Wallock 对面潮汐 帕克 蜘蛛加小狗 那我们知道这个 SK已经很久没露面了 不知道他们现在状态怎么样 伯格丹 Montator 以及这个 Aker 都已经走了 所以现在SK可确实是一支 物事人非的队伍 那这套比赛也有很多看点 我们看一下 这个 Cassie的那边选择了狗头 因为最近我的嗓子不好 大家听到我说话是比较轻的 比较轻的 因为这个直播的话 有时候一次要说三五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跟一个小时录视频 这个对嗓子消耗的完全不一样的 每次的损害 因为我的嗓子天生也不是很好 不是那种嗓子 特别 特别浑厚的人 好了 我们看这边 Puppet走 Puppet一般 没见过他 这边 有细看了 Vegos Pom 那这边呢 是 证神之王 Crokey的狗头 这个杠子 杠子之前 听明白的 Lavent打着宙斯 Vegos Pom 可能是有看头的 我们也是 期待商品在Vegos上家表现 天台房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Hell的狗 Hell 老大的无依 WD 这边是谁的蜘蛛呢 这个人我就不太 不太认识了 Mass Trend 不认识 这是Thompa的帕克 这个是 Tapper Type的铁 这些都不认识了 希望以后 你能让我认识你 多出场一些 中大比赛 我就可以认识你了 中路我们看到 蜘蛛对宙斯 那这样的话 蜘蛛应该是 不会有太大问题 因为宙斯这个射程关系 很容易被师傅耗血 抽个蓝 抽无依 我们看 小强 背着清射 准备让无依 不停抽无依蓝 因为很多时候小强会发现自己 没蓝抽别人了 很尴尬 这边小狗也显得比较强势的 而且无依的先手晕 甚至可以晕两下 后手这个组织抽狗 虽然我们知道狗的技能 不是很耗蓝 因为狗前期主动技能 那两个主动技能 耗蓝都不够多 这边又点狗 狗的蓝已经快抽光了吧 继续过来 我们看到这个Puffey一直在笑啊 哎 这个漂亮 晕住了它 这边一个瓶子砸上 再追 A一下 再A一下 吃开一个树 我们看到Puffey这个操作 继续过来 这个就是高手跟我们的区别啊 好 点一下 回点一下 那中路我们看到 这次也是嗑药来 耗蜘蛛血了 否则有一天打不动 蜘蛛有一个强大的回血的网 做支持 好 这边我们看到狗是买个小魔棒 因为有NA在不停抽的蓝 而且才一直想 为什么要买小魔棒呢 关键时刻能够把蓝补上 就在你该需要甩技能的时候 你刻一个小魔棒 然后甩个技能是吧 等于是保留一个很固定的 100多点蓝 小魔棒也起到这个作用 所以说狗的这个变招 大家也可以 稍微想一下是为什么 SNK一般遇到NA也容易这样 就是说最后一刻吧 小魔棒喝了 然后都可以复活了 这很常用一种招数啊 所以小魔棒现在做一个小血瓶来用 不要认为它真的 只能让你线上续航好多少 它主要是做一个临时的小血瓶 100多点血 这边蜘蛛四级 压了咒斯一级应该 当然我们说小蜘蛛 恶心咒斯是比较好的 因为小蜘蛛血蛮多 然后那蜘蛛 咒斯的地盘 这个AOE前期也不能加的太多 所以不跟小蜘蛛耗气 这一件没收中 不停的用这个小蜘蛛来耗咒斯的血 是一条上侧 上侧 我们看它蜘蛛还是万年的圣殿打法 下路帕克潮汐压窩老虎跟狗 这也很难压得住 窩老虎跟狗也不是吃素的 这边围告诉继续 点人跟巫医对点 两个人都拼得很伤 何必呢 是吧 诶 这个蜘蛛不漂亮 我们看帕北继续是嗑药 但这嗑药很难被小兵中断了 已经中断掉了 还是已经喝光了 那我觉得狗这边 帕克加潮汐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分路 可能大家看比赛 看我比赛看的多的话 很多比赛里面都是帕克加潮汐的分路 而且一般是走几方的劣势度较多 这边走几方的 这个天天方也是走的一个劣势度 一般金卫是派他们走走 走走 哎 漂亮插鞋 天天方是派他们走右 这边小狗 魔棒漂亮 救命了 又给了一件 没有 两个人都半斜了 对面一红一半 维克尔继续站到这个很猥琐的位置 补刀 维克尔的POM是非常信任过的 因为大家看那个纳克特尔继续 KOM的年代3的话 已经领教了他跟摸了你对线的时候 他那个封骚的剑 封骚的剑 维克尔的POM真的是 这种跟其他人的风格特别不一样的POM 这边说晕 好 我们看到隔着和一个插后手剑 这个剑射的 这一套配合真的非常漂亮 强杀这是 因为有兵党仇恨 好 这个维克尔继续被兵 漂亮 FIRST BLOOD被POM拿到 这应该走不了了我觉得 走得了一丝血 我们看到学校在这里 往这边插 这可以插这么远的 这边也在强杀 我们看 好 回首一个G 一个A的图死 但是POM POM刚才是被这边的中路生物杀了 还是直接送了 我没看清楚怎么回事 因为只顾着看中路这个GUN 可能会考虑说 如果要前滑光的话 这个隔山打牛 我看到这个距离把握非常好 真正职业级玩家 他可以隔着这个竖板插起来 像我们这个POM选手 肯定是想不到这样一个操作的 这边也是一堆人 耗荡荡过来了 三个人啊 先手有减速有没有 减速打WARLOCK 标一下 好 瓶子甩上 一个诅咒也点上狗了 但这时候又没有输出了 为什么刚才那天打WARLOCK呢 潮汐这个配合不行啊 新来的队员就是不一样啊 磕了罐子 好 潮汐反而被反杀 这个真的是新队员啊 我们要给新队员足够的人道主义关怀 不要阻挠他这样被人人道 好 这边又是狗开了一技能来啃NA 我们看到帕贝临死期还要多补两个兵 红了吧这下 还有还有罐子在身上 所以说 不怕这点血 那巫医换到下路来 可能觉得巫医跟狗在一起的话 因为他们对现在两个人 是战位比较猥琐的两个人 这两个人瓶子想都打这种比较困难的 而且看到下路好像DPS不太够 但巫医这个英雄 我觉得一直是有在商区的一个英雄 他不是一个常见的人啊 偶尔用一用可以 抽蓝 基本没蓝了这一下 这边又是准备放箭哦 就是磕了一个药 磕了一个瓶子 那么我们看到眼睛方面 这边是机密方插了一个眼 这边天天方插了一个眼 这边天天方还有一个眼 不是眼这个不行 这个是小蜘蛛 虽然小蜘蛛也有眼睛啊 他这个眼睛跟这个眼睛不一样 这边TP往哪里走 往上路走 上路这个应该是狗混不下去了 后手这一箭漂亮 这个箭 诶 这个瓶子还是中了 但是还是A 魔棒一个抽一个蓝 A一下能反杀部 好 这个都死了 这个 诶 错一箭跳过来强杀 好 漂亮 为靠自己不要被小兵打死了 就是这个W放的很漂亮啊 这边不知道说什么 看不懂 乱七八糟的 这边好像说的blink很牛逼 是不是 哦 那么也是 我最近开通了一个专门为 为留学生下载的服务啊 因为就是国内的服务器 可能大部分服务器 留学生下载也比较麻烦 我虽然YouTube又太慢 所以如果有想需要视频的 这个留学生朋友嘛 可以联系我的QQ 啊 我的QQ 这边是 我这个服务也是针对留学生 或者教育网的朋友啊 啊 那么这个 因为为了避免这个不是留学生的朋友 也说自己是留学生啊 这个造成服务器负担过大 我这边是做了一个 呃 一元的这个购买链接啊 就是说一元 一块钱啊 一个月 这样的话主要是 也是刷下我的这个网店信誉啊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啊 一块钱一个月 我就是把你的QQ号全部给我 然后我会统一通过QQ的